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呢在眼睛出了状况之后 本来熟悉的一切事物可能导致他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很顺利的去执行去操作 所以一样要经过一段的时间训练才有办法继续去做他想要完成的事情 所以呢在小片头过后我们马上就要来欢迎范家豪先生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范家豪 刚才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大概的提一下范先生的整个背景哦 但是还是想要请范先生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之前的工作状况 以及是什么样子的状况下才导致眼睛出了状况 这样说好了我眼睛出状况的时候是在35岁的时候 那在35岁之前我任职鸿海集团的设计工程师大概有15年的时间 那其实会进到鸿海之前也就是大概高中毕业那个时候我有去报考军校 哦真的 对那也一直不知道自己有这种遗传糖尿病的这个病史 是一直到了军校里面之后然后被检验出有遗传糖尿病 所以只好被退训 所以没有了军校这一条路可以走之后回到了一般的社会上 那我就去读了夜校专科夜校办公办读 那很幸运的在学校里面认识了一位高中的学姐 她已经在鸿海任职了 所以经由她的介绍那也进入了鸿海这个公司 那一开始呢是从助理工程师做起 一直做到了夜校专科毕业这样子 然后才转任一般的工程师 是 对那工程师大概就做了将近有十多年的时间 可以说是真的很长的一段时间 对不过然后最后两年是转任FAE的工作了 但是整个15年下来让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学习到很多很多 因为我可能学历不是很高 没有什么大学有什么之类的学历 但是我从15年之后离开这个地方 我觉得鸿海好像是一个大学 甚至更高的学府 在里面学到很多东西 不管是工作上的一些技巧 甚至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等等之类的 所以在里面学到真的真的很多 也非常很多的技能这样子 是 范先生刚刚有提到说在高中的时候 在念军校的时候才被检验出 有这个糖尿病的家族病史 那在家族里面 也有人因为糖尿病的关系 演进出状况了吗 对我的母亲 应该是说这个糖尿病是从我母亲那边过来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 范先生大概就会知道说 可能之后也会有类似这样子 眼睛会出状况的事情 在工作期间真的没有想到这种事 也许是那时候并没有对这个太在乎 再加上可能没有时间去特别注意这种健康问题 整个埋头苦干就在整个工作职场中 所以说真的也算是忽略了健康这一部分 那刚刚提到说像母亲那边的亲戚朋友 也没有导致眼睛出状况的案例出现 只知道有糖尿病 但是还没有人有因为糖尿病而引发室网膜的这个状况 是是是 那最多常听到就是可能是手脚末梢神经 可能年纪大之后会受到影响 那时候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资讯 所以就把健康比较忽略了 那再加上那时候工作的职场 可能跟自己以前的兴趣比较相合 以前学生时代喜欢做一些模型啊 组装一些东西 那所以进入鸿海之后 当时的工作背景是产品的设计 举盘现在比较常听到这一套应该比如说什么USB啊 这种产品 那其实你把它拆开来里面 大概两三种零件 虽然不多 可是就是从把它从无到有去把它产生出来 去设计 然后跟各个单位去接洽合作互动等等 所以就整个就沉浸在那种工作氛围中吧 可以想象范先生那个时候 就像您刚才所讲的 你这么喜欢热爱组合模型 等于你这么的热爱就是去用眼睛去看的这个东西 但是当你眼睛出了状况之后 你没有办法再进行组模型这件工作 这个你喜爱的事物时 当下的心情应该是蛮沉重的打击 对当下2008年底那时候眼睛出状况 宣告已经看不到东西的时候 确实彷徨了好一阵子 大概经过两年左右的一个医疗时期 那那时候也傻傻的 可能以为可能经过医疗时期结束之后 眼睛可能就会恢复正常吧 一直到整个医疗结束之后 确定眼睛就是已经这样子 没有任何太多的挽回的时候 才真的好像心中一颗石头 真的掉下去 稍微有沮丧了一段时间 每一位中途失明者都会走上这一条路 对都会经历过这一段 必须要自己从很down的 这个很绝望的谷底里面 自己爬起来的这一段过程 那时候是很怕面对外界的任何事物 甚至同事朋友来找都不太想见面 就觉得好像自己跟一般人不一样 好像外星人 那个时候2008年底 范先生是眼睛有一天突然就 开始有点模糊吗 还是说是在什么样子的状况下发现了 其实在眼睛真的开始接受治疗之前 那时候还在工作 然后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 是最后一次我还在龙华厂的时候 那有天下班回宿舍的路上 大概晚上大概八九点的时候 就像之前节目那个副医院副小姐有提到的 走在路上我觉得怎么特别暗 那为什么我同事走得特别顺 对 这时候觉得好像已经有点状况怪怪的 那还好那时候没几天就 刚好就返回台湾 返回台湾隔天一早起来 就真的是连白天我都看不见了 那时候已经导致所谓的 视网膜的微血管已经整个爆裂 这很突然 就一个晚上的时间而已 在那之前是可能对晚上会比较 有一点点所谓夜盲的感觉而已 可是真的回来到台湾之后 那个整个血管爆裂之后 眼前这个就是一片黑 那个时候才赶快的去 去送急诊 不过还好是那时候已经回到台湾了 是是是是真的回到熟悉的地方 还是感受上一定会相较来说 会比较安心一点 对 整个医疗体系可能也比较完备 是 那目前眼睛两只眼睛的状况 是都完全看不到了吗 左眼的话是完全是一片漆黑 那右眼的话会有一些光觉 跟一些影像觉 但是这个影像觉呢 会因为环境的太暗或太亮 也导致完全看不到 就是说比方说像在外面 如果太阳太大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一片亮这样子 对一片亮 了解 哇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应该也会不希望运用到 右眼太多的力气对不对 还是会希望可以让他多休息 对就像很多施藏前辈说的 如果说你还有残余的一丁点失礼的话 既然我们是走这个电脑教学这块路 千万不要用眼睛去再去看电脑了 是 尽量把它应用在一般生活上 可能还可以保留得久一点 因为毕竟眼睛盯的荧幕 这个是蛮伤眼力的 真的 对那刚才范先生有提到说 经过两年时间的这个医疗啊 然后后续是在什么样子的机缘下 才让你慢慢的从绝望当中 再度的爬起来呢 那个时候是一个机缘下 比如说像现在很多电视台 都有一些医疗性的节目 对 那有一天在家里 就是电视转来转去 后来转到一个医疗节目之后 刚好在介绍关于眼科方面的一些讯息 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 有一个爱芒基金会的一个 应该算是一个公关吧 上来稍微介绍了一下 他们一些服务的一些范畴 什么之类的 才突然想到说 这个爱芒好像以前小时候听过的那个爱芒 卖铅笔的那边 对 但是这个很多人啊 如果说你有接触过爱芒的话 他一定说这是两个单位 只是名字相同 对 他不是卖笔的 但是总是已经有了一个方向了 那所以就请家人 就是查一下爱芒的一些联络电话的 那我们再主动跟他联络 那联络之后他们也很热心 那我也在那边有上了一些些的很基础的 电脑萤幕报读完提的课程 但是毕竟以今天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们这个单位是走的比较稍微休闲性质的 不是这种比较职业方面的 就职业训练这一部分 毕竟每个单位他们从事的主轴都不太一样 那在那边经过了一段电脑的学习之后 大概也不过十来个小时吧 然后他们那时候的社工也很热心 那他关心我说 如果日后想要再重回职场就业的话 那就要下一个阶段就是 大家是这样子要面对的学习定向 那那时候针对这个定向要拿起白手帐 真的是可能比那个医疗时期还要更恐惧了 要觉得拿起手帐就已经完完全全的承认 我已经是一个视障者 甚至是像以前人家说的所谓的瞎子 比较不好听的一种称呼这样子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 我依然觉得还是接受他们这样的建议 那所以他们就引荐这个中华民国电脑学会 一位陈叔惠陈老师 这个也是我算是我生命中的一位恩人 他来家里 然后大概看一下我的私立状况之后 然后询问我的一些路线需求 所以他开始带我走出家门口 拿着白手帐 他先带着你走过一次 你经常要走的路就对了 是 然后甚至就是说 他会问你说你最终的目的想要去哪里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地方好去 所以就随便给他一个目标 我说我想要到台北爱盲学会 爱盲基金会这样子 所以他就把这个路线分成了三四个阶段 一段一段去完成 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 从家里走到巷子口 这样子可能就两三个小时的课程了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就带我从家里走到火车站 好那这样子可能又两三个小时又过去了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带我从家里到火车站 再坐火车 再到爱盲基金会 这样的路程 整个这样学习起来 不过蛮可惜的是 这个学完之后 我也就没有再去爱盲基金会了 不过倒是 他的一些所谓的拿手帐的一些基本方法 这倒是要是把它学起来 这个日后都是派的上用场的 那为什么说他是我生命中的恩人 是因为也是经由他的介绍 我才跟有生书学会这边有大传关系 因为有生书学会 每年都有在举办这个职业的训练 尤其是他是针对市长者 那时候他问我 有没有兴趣到那边去面试看看 如果有机会可以在那边上课 学到更多跟电脑有关的 因为淑慧老师他知道 我也是这个科技产业出来的 所以他就鼓励我去参加这个一个课程 那我也很顺利的加入这个课程的一个学习 大概那时候大概一个课程 大概要七个多月的时间 那七个多月学习完成之后 第一名毕业 然后就留下来在里面担任里面的工作人员 跟电脑讲师的一个训练这样子 一直在这个单位待了大概三年左右的时间 等于说开启了另外一段职业的职业的生活了 对不对 对因为那时候在爱盲基金会 在学电脑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个想法出现 原来教市长者学电脑也是一份工作 我想说那个时候还在有点好奇说 要怎么样进入这样一块领域 就这样不知不觉 好像就真的走到这块领域里面去 还算幸运 范先生感觉起来 虽然说现在讲起来或许有一些云难风轻 可是感觉得出来 您对于自己生命当中所遇到的这些困难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难过的部分 可是还算是蛮积极的 想要去解决这些问题的 对不对 可能是以前工作造就的一些特性吧 态度 真的 是 因为那时候我在医疗期间那时候 曾经有几位同事 那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位主管 他现在已经全家移民到加拿大去了 那次他有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 态度决定未来 那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深 很深 所以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是 对因为从刚才感觉好像真的是 不管什么事情 范先生虽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 或者是不太确定要怎么去执行 或者是心里面可能有些难过 但是那个时间 说实在的 跟其他中途失明的人来说 都不擅长 都还算是蛮可以 好就这么做吧 那我们就继续来往这个领域 再继续往前走 就给人家这种很有power的这种感觉 当然家人的支持跟鼓励 对 然后再加上慢慢往外面走之后 旁边步伐也开始慢慢的有一些 自同道合的人 同样是失障者 或者说愿意帮助失障者的人 这些我觉得都应该要感谢他们 而不是单单我一个人想这么做 就可以这样走得出来 所以范先生目前在学会里面担任讲师 就教授失障者这些 如何操作电脑的部分吗 是 一般来说 失障者在学习这些科技的辅具来讲的话 目前不外乎就是手机跟电脑 对 因为这两种产品 算是目前可以跟这种网络世界 比较搭上线的一种产品 那在这几年教学下来的话 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 我们希望学习这些产品的失障者 可以从一个被动的需求角色 就是对于一些知识 或是尝试的吸收 从被动变为主动 对 那藉由这些产品 那可以变成主动之后 你可以找到你自己更想要的一些 各式各样的资讯 我觉得是学着产品的一个最终目的 是 但我也很好奇 就是说像学会啊 他有很多不同的讲师 对不对 那每一位讲师所肩负到的课程内容 是依照讲师们自己去制定的呢 还是说学会他有一套 算是SOP这样子的流程 原则上都有 但是如果说以SOP来讲的话 我们可能每一位讲师可能至少基本的 比荧幕暴读软体的部分 一定要会熟悉来教导视障者 那在这之后呢 可能就是各自发挥了 可能有些讲师他比较擅长于一些文书软体的处理 对 那有些可能是网页的浏览 等等之类 那有些可能手机方面他比较嗜好 这可能每个人走的四号方向会有所不同 是 不过大致上都可以啦 都差不多 那您个人您专精哪一个部分 我个人啊 也不能到专精啊 但是比较偏好于网页方面的一些探索 是 因为我觉得网页的世界里面 不同的花样东西太多太多了 所以再加上还有就是 像这两年的话 开始比较接触不同系统的探索 不同的系统 对 不同的硬体系统 硬体系统 是 因为硬体系统其实都大同小应 以前做过这个行业 对 不外乎电脑就是CPU啊 嗯 空间 外形的话就看每一家设计不同 那所谓的不同系统是说 这两年开始有接触麦金塔的系统 因为在台湾整个大环境来讲话 不管也不要说市场者 其实大环境都是以微软的系统为主 对 嗯 那麦金塔系统这部分毕竟是比较属于小范围的 那以前常听说这样的系统通常是比较偏向于一些艺术人台 搞音乐的 搞一些视觉操作的 是是是是 他们好像比较偏爱这个系统 可能他们 他吸引人的地方吧 嗯 但是呢 其实大概五年前左右吧 五六年前开始 其实大家常知道的iPhone的手机 对 好像上次那个曾道明曾老师也稍微秀了一下 是 这个也是算市场者蛮 嗯 比较早期接触的一个智慧型产品 嗯 那他里面会让他说话的就是那个voiceover的系统 嗯 那时候我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也是苹果手机 就觉得voiceover大概玩了一下之后觉得应该不会太难 嗯 就想进阶到他的电脑世界去 嗯 就一跳过去之后就撞墙了 发现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完全不一样 所以一一度就是把他把那个电脑丢到一边去 不想再碰了 我觉得那个逻辑跟windows的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转不过来 对 非常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对 然后 呃 幸运的是大概在去年左右的时候碰到一位学生 那我称他为潘大哥 嗯 他是从美国马里兰州 嗯 回来台湾的一位大哥 对 那他 也是 在他是说他在美国的时候大概待了有五十年左右 哦 这么久 他七十几岁了 对 所以我称他为大哥 是是是 对他说他在美国大概后面大概三十年的时间 大概都是接触苹果电脑 嗯 那他也是来我们学会这边寻求一些协助 嗯 他也是他眼睛也慢慢的看不见了 对 嗯 那在一些可能一些资讯的取得上 来跟我学会这边取得联系 他说他也想要再去重拾操作电脑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想要写一些东西 嗯 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以为可能是Windows会是普遍大家可以上手的 嗯 但是后来他把这个个案交到我手上之后 我跟他谈一下知道说他以前摸的都是苹果系统 所以那个时候我把我丢在角落里面一两年的这个麦金塔电脑又搬了出来 就是希望说可不可以利用这个他的需求 嗯 然后顺便鼓舞我自己 是是是 再去重新的去尝试摸索这样一个电脑系统 嗯 所以也算是有他的帮助吧 所以大概也摸出了一些小小的心得 嗯 所以跟他上了几次课程中 因为他是三个月在台湾三个月在美国 是 我觉得这一种做法让我有点回到以前职场的感觉 接受不一样的挑战吗 挑战 然后还有就是慢慢让他有点无中生用 嗯 对 因为以前在设计产品也是这样子 是 甚至以前在设计产品的时候 比如说竞争对手的出现 那我们要去做人家竞争对手 那我们就要去回避人家的专利 嗯 对 所以就要思考怎么样去回避 那回避之后呢 又要自己再去设计一些专利 不要让第三个竞争对手进来跟我们作对 哈哈哈哈 哇 其实就是一种脑力的激荡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是 因为我为了必须要去 嗯 满足这位学生的需求 所以自己也必须要花时间的去研究这个 不同体系 不同系统的电脑 是 嗯 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 算是你自己也很有收获的一个部分 对 这潘大哥他这样的需求让我真的收获很多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虽然说整个Windows的环境在大台湾是占绝大多数 那我也希望说 如果说我会学会这一点点的麦金塔这种操作的话 可以让视障者有需要的视障者 他或许有可以有多一种的选择 是 嗯 如果他想愿意尝试的话 嗯 我相信这个是越来越多一定会成为另外一种需求 因为呃 事实上我自己本身就是用苹果电脑 那我周遭呃 我相信现在有很多的学生族群也越来越多会去就是转换成苹果电脑 那苹果电脑已经不再是像呃 范先生您讲的这么的小众了 他有他的一个慢慢扩大的市场 我相信范大哥目前学习到这个技能呢 以后可以让更多人都有这个受益的机会 嗯 因为我最近注意到其实这几年下来好像似乎有听到比较多大学生在使用 对真的是比较多 因为像我自己也有在学校里面进修 哇 这个班上同学电脑一拿出来 真的是有一半以上都是苹果电脑 尤其那个logo会发光 对对对对 虽然说这两年已经不再发光 对对对 所以说嗯我相信这个是能够学习到这个技能之后是可以慢慢的之后会去有他的这个市场还有他的需求所在 说到这边我们要先来休息一下了 要来请范大哥范先生来帮我们点一首歌 呃我想要点一首就是以前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做绝地任务 嗯 那 The Rock 那这部片呢 其实他最让我印象深刻跟感动的不是整部影片的内容 而是那个片头 那位将军 那为了他的弟兄 然后就是说宁愿挑出来找一些呃士兵 好就是嗯跟政府为敌 嗯 就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他是为了那些他在战场上失去生命的那些同袍 争取到一些应有的国家要负的责任 是 一期六次对他家属要负责任 但是呃当时的美国政府对这种事情不自知不理 嗯 所以他想要替跳出来为这些弟兄做点事情这样子 那甚至去偷取了一些飞弹啊 毒气之类的想要威胁美国政府这样子 当他找了这些士兵啊 志同道合的士兵跟他去从事这种呃 占领了一个监狱岛叫恶魔岛的这个地方 那虽然说他真的是发射了飞弹 想要去好像我印象美极初航是一个运动会场 嗯 他把那个飞弹在那边上空爆炸 用这种方式来威胁美国来付款 可是当飞弹飞到这个体育场上空的时候 这个将军他让这个飞弹转向飞向大海之宝 哦 就说其实他不是真的想要对美国人民做什么事情 是 他只是要发出他的一些心中的一些想法跟母后 嗯 我觉得这部片让我觉得感触很深 就像以前我曾经在鸿海的时候 有遇到一些很棒的主管 他曾经会如果我们碰到什么事情 他是觉得我们是受委屈的 嗯 他会跳出来帮我们去跟对方争取权利 哦 甚至我印象中 以前有一个姓吴的吴昆燦 我现在找不到他 他不知道跑去哪里 嗯 就有一年年底的时候 然后晚上下班 然后他带着我们整个部门的几位男同事 到KTV里面去唱歌 那想说年底唱歌应该还要跟大家聚一聚 嗯 可是那天晚上的时候他讲了几句话 让我觉得我一生中没有碰过这样的一个主管 他说了什么 举其酒杯对大家说 今年这个单位做得不好 大家可能年终奖金领了不好 是他个人的责任 哦 对 那当下 我不知道 我几个同事听到这句话之后 不知道该讲什么 嗯 我想到今天为止 我从来没有看过 我也没有碰过再这样主管出现 嗯 他愿意就是 把他的身段放得比我们还要低 一切的责任都是他来承担 嗯 对 虽然说他只是对我们这一群小组人在说话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精神让我一直深深的烙印在我脑海里 所以这个决定任务 尤其是他片头这一位Hammer General 他做出这个动作 这个行为 让我跟他觉得好像跟我以前那位主管 非常的没同 嗯 因此我后来稍微在工作的呃 职位稍微比较高的时候 要到大陆去出差什么之类的 嗯 那也碰到一些呃 比我下面的一些属下 那也有几次他好像被别的单位主管给误会了 哦 被洗脸 是 对就在我旁边的办公室 嗯 我听了一开始我听到里面在大声怒吼 我以为是什么事情 我想到大声怒吼 反正是时常有的事情 对 越听越不对劲 然后我仔细去聆听 哎发现好像是我的属下 嗯 在隔壁办公室里面 是 然后好像什么事被他误会了 嗯 对那时候我也只好硬着头皮 开了房门走进去 嗯 状况这样子 是 另外赶快带着他先离开那个地方 再看怎么去处理这种事情 嗯 我觉得嗯 不知道这种感觉 时常在脑海里面出现 嗯 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期盼一封信 今天呢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所邀请到的 是目前在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会 担任这个讲师的范家豪范先生 那其实呢 范先生他担任 这个讲师的工作哦 跟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所邀请到的 曾道明 曾大哥一样 他也是担任这个讲师的这样子的一个职位 但是呢 在上一次曾大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 曾大哥有为我们示范说 操作这个手机啊 嗯 我们可以运用他的一些本身内建的功能 就可以完成这个 他播放目前的一些手机萤幕所显示的项目嘛 对不对 那今天呢 这个范大哥 范先生就要来跟我们 也要来跟我们示范一下 在电脑的部分呢 是一样会做什么样子的呈现 OK 以电脑部分来讲的话 比如说像有声书学会呢 最主要他是要去推广 一个一套荧幕暴毒软体 叫做NVDA 非世界桌面存取系统 那当荧幕暴毒软体这种东西呢 比如说我们常知道的 现在电脑上来讲是以微软系统 还有苹果的麦金塔系统 对 其实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荧幕暴毒软体 但是呢 微软系统这部分呢 他可能出来时间比较晚 所以他还在进步中 嗯 他的功能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好用 嗯 那苹果这部分呢 刚刚我们也稍稍的聊到 就是说 他可能他的群众量比较小 对 所以呢 他的萤幕暴毒软体 虽然说开发的很早 但是因为使用人比较少 所以比较也没有受到 大家这么普遍上的一些接受 是 那回到Windows是 比大家不管是名言或是张 最主要使用的一个作业系统 那目前 跟他在搭配的萤幕暴毒软体呢 NVDA来讲的话 在整个契合度上来讲的话 是最佳最棒的 那现在呢 呃 举个例子 也可以让大家听听看看 失障者在操作电脑的时候 对这种用看电脑 转变成用听电脑的感觉会是什么 嗯 那以现在来讲的话呢 我已经开启了一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呢 我已经先预设跑到这个 维基百科上面去了 是 那也以刚刚 这个那首歌 绝地任务这部电影 我在网页上稍微找的 这部电影的一些资料 对 那我现在来示范一下 如果说我们用听的方式来听 他给我们的资讯 是什么感觉 嗯 可以听到真的是蛮快的 对可能你听他讲几个字几句话 可能不觉得速度很快 可是一篇文章听下 你就觉得他好像在放鞭炮一样 对啊 对那当然这些 这些 荧幕暴毒软体呢 最基本的功能就是 他可以因每个人的需求 去调整他讲话的速度 对 甚至音调 甚至要谁来说话 嗯 男生女生 那不同男生 不同女生 这些全部都可以调整 嗯 因为他不能一套吃到 吃到底 对 这样的话没有几个人会去 适应他跟接受他 所以刚开始学习人 比如说 比如说以我现在这个速度的话 可能已经调到百分之七十了 哦 假设 那一般绝大部分 我们都从百分之五十开始 是 那还有一点 刚刚我们有聊到就是说 这个NVDA 他最大最大的好处 是因为在台湾 他有一个团队 一直在做这个中文字词的研发 嗯 什么叫中文字词研发呢 就是说 我们中文字有太多太多的同音字 嗯 那上次这个曾道明曾老师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在教学体系上来讲话 早年的 可能对于小朋友 如果说是先天忙的 或是早期进入一些 所谓的这种私障学校的 比较少有老师会去教他 一定要选哪个字 对 来使用 但是这个你不去注重的话 将来他不管是学习上 从小学 国中 高中 大学 甚至各高学历 你写了很多文章可能都会被打枪 嗯 然后甚至到了职场 更是无法被人所接受 嗯 那这个字词功能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叫做 我们听到的是剧情两个字 那我想要知道是哪一个剧 哪一个情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应用 剧情 就是说您选到剧情的这个情字 所以他就跳出了有关于 我现在必须下一个指令 不然他如果说不下指令 他这样乱念的话 其实也会受不了 对 我需要的时候 他在提供这个功能给我 嗯 但是我至少我有这个功能 可以去使用它 哦 对 所以碰到一些专有名词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阅读文章 或是看新闻的时候 遇到新闻文章 一些专有名词 这个就可以派上非常好的一个用场 是 比如说我看了一篇新闻报导 上面的一些出现一些专有名词 那我就想把这个事情 想跟朋友发个mail 什么之类的 跟他们做讨论 那这个字就不能用错 对 因为我们之前啊 在前面几集都有跟一些市场伙伴 有聊到一些问题 就算是比较粗浅的聊到说 大家为了要方便打字啊 方便选字 避免像 避免使用像是注音符号输入的这种方式 所以大家就会采用像五虾米输入法 但是五虾米输入法的前提是 你也要知道你用的字是对的啊 没错 没错 你不能够就是 你的认知里面 可能你把这个 再见的在 你的认知好像是在这里的在 所以你就从头到尾都一直打 在这里的在 这样也不对 没错 尤其像人的名字就像就已经等于是一个专有名词了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我那时候前几年在读报导文章的时候 我看到习近平三个字 嗯 我想我那时候脑海里面认知 以前曾经看过那个习字 应该就是无习的习 金义习那个习 对 可能就是那个习近平那个习 结果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的习不是那个习 因为他的姓氏很特别 对 不然我们真的如果说没有这个字词解释功能的话 我们真的会写错 是 真的会写错字 对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是前面几集都没有聊到的 今天透过这个机会才让我说 哦对耶 还有这个部分的困扰 都没有想到 对 所以我们才会比较建议就是说一般的 尤其是中途的失障者 因为你已经早有已经有所谓的自行的概念 自行的概念 所以在输入法学习呢 可能会比较建议学习无虾米输入法 对 或者是苍结输入法 嗯 因为这两种输入法 它好像是把一个字眼 像拼图的方式拼出来 是 就比较不会有同音质的状况出现 对 嗯 那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就是 使用不一样的辅具啊 然后这些辅具所延伸出来的一些小功能 还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使用这些辅具之外 范大哥 范先生 您在担任讲师的工作 在学生所遇到的问题当中 有没有觉得哪些是还需要在上代研发的一些好的工具 或者是辅具还没有被研发出来 我们常听到是空间的无障碍 是 还有什么斜坡道啊等等之类的 对 那还有什么语音的暴毒 像搭车子什么之类的都会有语音的暴毒 嗯 这是这两年开始出来东西我觉得还不错 对视障者不管其他身心障碍者也都相当的受用 但是对视障者来说的话 尤其是像这两年电脑啊 手机啊 这种开始普遍之后呢 我们慢慢延伸的叫做网路无障碍 对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上次曾老师有提到 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要把该有的设计把它放进去 省得到后面的时候 你可能使用上要再去修改 就会很大的问题 那前几年一直是锁定在电脑网页 那这这两年呢 也开始手机这一部分也慢慢被重视到注意到 那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像苹果手机好了 苹果手机呢只要是它内建的软体 然后开启了它内建 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语音暴读的功能 VoiceOver 对 只要是它内建软体 百分之百都可以自由操作 它都会暴读 但是如果说是第三方软体就不一定了 那你可能移到这个焦点 它跟你说按钮 可是你永远不知道它是什么按钮 这个按钮按下去会不会爆炸 你所谓的第三方软体 就是我们一般在App Store里面所下载的 不是苹果或者是这个Android系统本身自己的内建软体 是 那比如说以网路网页这边来讲好了 比如说像电台好了 那像这两天我可能在浏览一些电台 那就发现它在网页上的设计 确实有听到按钮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按钮要干什么 是 我真的因为荧幕报的网页它会告诉我当下这个位置 这个焦点它的特性 它可能是个连结可能是个按钮等等之类 但是它没有帮它做所谓的替代文字 是 所以我就不晓得按了会有什么后悔 按了是不是就 这个其实像之前 对对对像之前有去一些我们做无常的网页推广的时候 我们会到一些大专乐校里面去训导一些大学学生 那我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今天去操作一个ATM提款机好了 那如果说你都看得到ATM也都正常 但是按钮上面就是故意不给你制 你会不会敢按下去 不敢呢 那钱可能就汇到别人那边去 对啊这样很可怕 对类型就是看不到就好像我们听不到 一样意思 对 用这种想法想可能会比较接近去体会那种 听不到的感觉 大概是这样子 是可是我们有很多的软体 其实都是很多我们觉得手机好用的 都是第三方的软体 没错 那其实这个是很需要 很需要去克服的一个问题 当然有些可能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去做一些反应的话 这个网页的开发商或是APP的开发商 他愿意去做一些设计变更 是 这是他们算是蛮热心的一个地方 像我知道之前我们有一位同仁 那时候我常用的一个软体叫做台北等公车 我想这个应该大家很多人都在用 对 那时候操作的时候发现就是像刚刚讲 可能按钮不讲话 什么东西不讲话 是 那他也打电话去反应了 对方他们也很乐意 依据我们视障者的需求 在上面做一些修改 对 这是可以改的 是 那改了之后反而更多人使用 何乐乎 是啊 对他只要做个小改编就好 不花大钱 是 哇那范大哥从这样子教学经历 已经担任讲师三年多了 有没有发生过一些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在带学生的过程当中 带学生的印象 对啊 因为如何教视障者操作电脑 这个可能对于很多眼睛没有出状况的人而言 大家都会觉得这一定是一个很兼具的任务 因为你自己也不太了解 然后你在操作的时候 大家也没办法 哦老师现在操作到哪里 也根本就也 也不知道看到 没有像我们以前 跟着老师点这一下 然后跟着老师点那一下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方式 对不对 呀 呃 我印象中比较深刻 比较常碰到的大概就是对于键盘的熟悉度 嗯 不可会原的 其实我在成为视障者之前 我也是用一纸成功 在打电脑 我真的 我也是左右手的食指在那边键盘上戳啊戳的 在那边打报告 嗯 对那也是成为视障者之后 才开始去学习全键盘的盲打 嗯 也是花了大概十来个小时不等的时间 一直把那个键盘的所有的位置要烙印在这脑海里面 是 那其实这个我知道很多迷人也是不看键盘你在打 这也叫盲打 只是说呃你什么时候把这个键盘烙印在脑海里面 所以我觉得碰到很多很多在视障者在学习的这次第一个难关 对 尤其是像有些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点 他一摸到键盘他就退缩了 嗯 太多按键了 对 他摸到那么多按键他就算了不要 那当然就是看他有没有兴趣啦 那如果说以我个人教学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学生的话当然我会强迫他 你键盘一定要先学好 嗯 不然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 是 那如果说是年纪比较稍长的音法族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比较推荐他就不要再碰电脑 如果他不喜欢的话他排斥的话 那我们也不勉强 因为我们别的东西可以取代 对 就是比如说手机 对啊 对啊 是 加上刚才说他会本身就会说话 那你只要学着左滑右滑 嗯 那些基本简单的指令你学会了 然后老师再带你慢慢的去认识 这样一个APP里面他长什么样子 你该去按哪里点哪里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已经够用了 是是是 因为我之前曾经教过几位年纪稍长 大概也有七字头的 哦是 对他就觉得他学会了YouTube 他可以找到他喜欢看的节目 他就很开心 这样就好了 对他就这样够了 是是是 对然后可能用一些简单的通讯软体 可以跟他在美国的女儿联络 嗯 他也觉得这样也就够了 对对对 他不需要多 是 嗯 这样我觉得这样 就看每个人需求到哪边去 对 因为有些太陌生的东西 反而会造成学习的压力 对 尤其是一些年纪稍稍长的 嗯 他对于这种科技产品 他能够去接受他已经算不错了 是 那至于说是学生的话 当然我们是一步一步来 希望他越学越多 对啦 因为这个对他未来的不管是 科业上还是就业上来讲话 都会用得到的东西 就要打得比较扎实一点 没错没错 后面还有一点时间 范先生还有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来跟我们做个补充的 嗯 我觉得视力受伤受损 其实你说不害怕那是骗人的啦 嗯 但是就是嗯 可能还是要想办法 尤其是家人 我觉得家人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要鼓励他走出来 然后接触不同的单位 不同环境 认识一些其他的视障者 嗯 那或许多认识一些跟自己 比较状况相同的 做一些经验上的分享 我觉得让自己的心胸 可以慢慢的更开阔一些 是 这是一定要的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走在路上 也许还是有人对于视障者 会抱持一种 不知道怎么样跟他 接触 嗯 甚至 连我自己也一样 如果说叫我去面对别的 生障者的话 有时候我也不知道 怎么跟他做一些互动 对应这样子 对 但是对 今天身为视障者的话 有时候走在路上 偶尔还会碰到这种情况 就是说 别人很想帮助我 可是呢 他不知道怎么帮助我 是 比如说他看到我想要过马路 他很热心 走过来之后呢 先生我来帮你 然后就把我的手脏 拉着了 抓着就走 哦 那这样很危险 好像在赶牛赶眼里 对对 当这样我会紧张 嗯 对对对 嗯 当然我们也只能很客气 请他就是 赶快把手脏放下 因为手脏 其实就是我们的眼睛 是 对他等于说 把我眼睛又给拉掉 嗯 对 可能就是说 如果碰到视障的话 其实就是 你可能 首先先问他一下 需不需要帮忙 那如果他需要的话 那就把你的手肘 不管是左手右手 借给他 让他轻轻的握住他 你带着他 一倒他前进就好了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面对视障者的一个方法 那另外呢 可能就是 虽然说刚刚有提到 在一些无障碍设施部分 做得越来越不错 但是偶尔还是有发生这种情况 当然 以我 做的交通来讲的话 交通路线 有时候还是会碰到一些 很热心的大哥 司机大哥 那也有一些 很酷酷的司机大哥 嗯 有些 比如说我一上车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说 哎哪里有位置 引导我过去坐 哦 对 还不错 甚至也有很多 很多很幽默的司机大哥 嗯 也常碰到 对对 看到我要上车了 跟老客户了 门一开就叫我赶快上车 然后上车之后 他说 都空的啦 你帮他拿位置 哈哈哈哈 别客气 我说 幽默司机大哥也有 但是就比较感冒 就是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司机大哥 你上去之后 他一句话都不吭 嗯 你也不知道哪里有位置 但是你也不敢随便 随便碰 随便碰 就怕打到人家 是 你就站在那边 嗯 对 所以说我曾经有过这种经验 上车大概 站了大概有四五十分钟 哇 这么久哦 对 那可是司机大哥 他就很专心的开车 哦 没有 没有打算要 完全 对对 我根本没有理会你 对对 碰到这种 是有点小感冒啦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 这是他的错啦 对 那也许可能是他们的 这种所谓的教育训练 嗯 有没有落实什么 我不知道 是 这我不敢断言这样子 那只是说 比较希望就是说 有听到这个广播的人 就是说 如果碰到市长的话 可以协助的话 尽量给你学一些 引导上的协助 是 因为市长者 他只是看不到而已 他不会说行动不方便 他只是看不到 所以你稍微给他一个指示 方向 或一些提示 我觉得他都会感到 很感激的 帮助的人这样子 是是是 是是没错 好的 那我们今天呢 非常谢谢 范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分享了 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谢谢